欢迎来到叔叔主题小课堂 上节课的内容是不是有一点点的难度呢 如果还没有完全掌握低音C拉索的吹法的话 建议先去复习复习再来学习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虫而飞》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涉及到两个比较简单的中音 中音发和中音收 我们先来看直发表 我们盖住第四孔和第五孔 其他孔都打开 吹出来的音就是中音的发 再把我们右手的一二三孔全部盖住 吹出来的音是中音的松 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中音发和中音收 气流的速度要稍微快一点点 因为它是中音区 不是低音区 熟练中音发和中音收两个指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虫而飞》的唱谱 好我们看一下《虫而飞》的曲谱 我们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的去分析 第一个咪是一拍 第二个咪和第三个咪分别都是半拍 这个在我们龙的传人那节课上 有讲过八分音符和八分音符 组成的一个一拍的节奏 后面的发一拍 so一拍 mi后面有一条增实线 就是两拍 re后面也有一条增实线 两拍 do一拍 do分别是半拍 re一拍 mi一拍 好第二行有一个知识点 mi后面有一个点 这个点我们称之为负点 这个负点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延长前面音符实纸的一半 前面音符的时间长度是多少 一拍的长度 这个点就是延长它的一半 就是延长半拍 那么这个mi 就变成了一拍半的长度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负点是增加前面音符实纸 一半的长度 并不是代表增加半拍 这个c是有一条简实线 它是八分音符 是半拍 刚好他们组合成了一拍半加半拍 是两拍的一个节奏型 叫大负点 节奏型 因为中间有个负点 好 我们继续接着往下看 这个c后面有一条增实线 那么它就是两拍 la一拍 mi一拍 re两拍 后面也是一模一样 la一拍 mi一拍 好 这个re后面又有一个点 负点 增加前面的一半 前面是一拍的长度 那么它就是一拍半 re要有一拍半的长度 do刚好是半拍 一般都会有这样的组合 如果re是一拍半的话 后面肯定有一个节奏 是跟它合成 刚好是两拍的节奏型 再看这个都 四拍 拥有三条增实线 四拍的长度 然后我们再学一个知识点 这里有两条竖线 加两个点 这是反复记号 但是反复记号 它应该是有这么一个 前反复记号和后反复记号 组合成的东西 组合成它中间的音符 要反复 但是我们往前找 没有找到前半个反复记号 那么如果说一个谱子当中 只有后反复记号 没有前反复记号的话 我们就要从头反复一遍 从头反复一遍 好这是反复记号 大家要记住 谱子上非常常用 接着往下看 me right 分别都是半拍 so两拍 发me各半拍 right是两拍 so半拍发半拍 me半拍发半拍 好 接着下去 so又出现了一个负点 这个so也要唱成一拍半 或者吹成一拍半 这个me也是一个半拍 组合成了一个一拍半的节奏型 好 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来 然后我们这个一拍半的节奏型 怎么去唱呢 比方说 第一个一拍半的节奏型 me一拍半 c是半拍 那我们在唱me的时候 其实也很简单 跟我画的是一模一样 拍下去 打开 再拍下去 这就是me的长度 再打开 就是c 我唱一遍 me c me me一拍半 me c 大家拍子只要打的是均匀的 这个节奏型 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切记打拍子要一下 以上 一下 以上 要均匀 如果你打拍子是这样 这就是不均匀 前半拍很短 后半拍很长 所以打拍子一定要大 大 前 后 前 后 要有律动 要有节奏感 我们再唱第二个 re 一拍半 do 半拍 组合成的大腹点节奏型 re do re do 好 再下去 so和me 组合成的一个大腹点节奏型 我们要唱 so me 按照节奏 就不会出错 最后在我们的do和re上方有一个这样的记号 这个是一个什么记号 这个记号的名称叫做自由延长记号 什么意思呢 这个do本身是一拍 如果上面有一个自由延长记号 这个do你可以把它唱成一拍半的长度 也可以唱成两拍的长度 也可以唱成三拍的长度 是比较自由的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一个限度 在曲子的一个风格范围之内去自由 你不能自由成十拍二十拍 就破坏了这个曲子的意境 那么这个do和re为什么要有一个自由延长记号 因为它要结束了 我们两个自由延长记号要做一个结束的感觉 如果我来唱的话会唱成 我们从倒数第二个小节开始唱 fa mi fa mi do re do do 有没有一种结束感 它是这个作用 好了 我来全曲从头到尾的示范唱一次 我来全曲从头到尾的示范唱一次 反复 反复 了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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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Fa Mi Re Sou Fa Mi Fa Sou Mi Re La Mi Re Sou Re Do Fa Mi Fa Mi Do Fa Mi Fa Mi Do Re Fa Mi Do 好 我們再來鞏固一下剛剛我們這時候取的一些新的知識點 首先 副點 副點是為了延長它前面那個音符十值的一半 它的作用是延長前面音符的一半 這個前面音符是一拍 所以副點是延長半拍的長度 這個Mi就變成了一拍半 第二個 反覆記號 反覆記號一般來說是一對的 一對中間的音符進行反覆 如果你只看到了後半個 那麼我們的反覆就要從頭開始反覆 樂曲的頭開始反覆 第三 自由延長記號 自由延長記號 是相對自由的延長這個音符的長度 可以延長一拍可以延長兩拍 是按照樂曲的風格去延長 並不是無限延長都可以 好了 在我們能夠熟練的去唱這個譜子之後 再去拿笛子演奏 來自拍下的音符 出發音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在吹奏这首曲子时 要注意负点的节奏要吹准确 如果你怎么吹都不准确 那你就要去唱谱 把负点唱准确了 节奏唱准确了 你就可以把它吹准确 所以唱非常重要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